缩短900公里,一趟节省8天时间,中国联通俄亚八国铁路正式启动,对此网友感叹道,马六甲车抵成了摆设,那事实真是如此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欢迎观看本期节目,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作为全球最短的欧亚大陆桥,以后从新疆喀什出发把货物运往欧洲,将比之前缩短900公里,节省7到8天。 近日,中级乌铁路传出新消息,中国联通俄亚八国铁路正式启动,等待近30年,这条跨国铁路终于要来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就提出了中级乌铁路的设想,如今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日前,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兼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有分析指出,这一位置中级乌铁路终于将开始实质性地开工建设。 根据规划,中级乌铁路计划从中国新疆的喀什向西出境,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全长约523公里,其中213公里在中国境内,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26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50公里。 中级乌铁路不仅是为新疆新添一条陆路国际通道,还可能进一步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的交通格局。 对此网友们也感叹道,此铁路开通以后,马六甲将彻底成为摆设。 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向西通道一是通过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二是从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进哈萨克斯坦,经由俄罗斯、白俄罗斯进入欧洲。 在西部的中南方向,也就是从新疆南部的喀什方向,缺乏一条西向大通道,可以通向南亚、中东。 这条线路就是中级乌铁路,待中级乌铁路建成后, 即将成为连通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最短路上通道。 自东亚到中东和南欧,铁路运距将较目前缩短约900公里,用时节省7至8天。 而深处中级乌铁路这条关键大东脉的起点, 喀什也有望迎来新的机遇期,有别于人们对沿海经济特区的认知。 喀什是中国最年轻的经济特区,也是那陆第一个经济特区, 去年,新疆自贸试验区获批成立, 被赋予创建亚欧黄金通道和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而喀什变区则是要依托国际贸易物流通道优势, 做大做强外向型经济,本就双区叠加的喀什, 能否借机从开放口岸成长为国家籍的支点? 内陆城市苦交通的道理,放大到国家来看依然适用中亚国家军地处内陆, 其中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区域铁路网络覆盖面不足,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之后对外交通不变等因素阻碍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级乌铁路建设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初, 从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直达荷兰路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了新亚欧大路桥, 哈萨克斯坦间立中欧班列和连云港中哈勿流合作基地, 将本国商品大量出口到亚洲和欧洲国家, 这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看到了新的出路。 1997年,中级乌铁路建设计划由欧洲, 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组织首次提出, 同年、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就中级乌铁路建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但由于种种原因延挡长达25年后, 中级乌铁路在2022年重启建设进程, 2022年9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汉峰会签署了推进中级乌铁路建设协议, 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完成中级乌铁路可言工作, 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备写入封贵成果清单, 今年3月1日,中国、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在喀什举行三方会谈, 三方一致表示, 中级乌铁路项目实施关各方发展和互利合作的重大工作, 将加强高层联系对接, 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次三国政府兼协定的签署, 被认为是终极乌铁路正流涉响变为现实, 而在这背后一个不断成长的大市场正在出现, 2022年, 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总额超过702亿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教员本计划在2030年实现700亿美元目标时间大大提前, 而到了2023年, 中国同中亚五国贸易也接近900亿美元, 同比增长27.2%, 着眼于新疆, 今年前四个月, 新疆对中亚五国进出口之同比增长28.1%, 赞同即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7.4%, 喀什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330.9亿元, 同比增长64.7%, 喀什地区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中亚国家, 有专家指出, 中亚国家丰富的能源、 矿产资源和农产品, 期待拓展其在全球市场的销售渠道, 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而铁路运输应效率高, 成本较低, 安全性高等特点, 一直是大宗商品运输的常见选择, 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骑铁路极不发达, 货物运输基本靠公路实现, 待中吉乌铁路建成后, 不仅可以优化骑境内交通基础设施, 提升铁路运力, 增加货物吞吐量, 快速带动该国运输业发展, 还可以提升该国产品进入周边国家的速度, 据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专家测算, 中吉乌铁路建成后, 吉尔吉斯斯坦年货运量预计可达1300万吨, 仅靠过禁运费收益一年就可获利2亿美元, 更近在眼前的变化已经出现, 作为带动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载体, 中路班列开航时年来实现了这个飞跃, 截至去年累计开行达7.7万列, 仍然实现了中年高速增长, 去年面对欧美国家消费需求下降, 国际地区冲突局势影响, 中路班列全年开行1.7万列, 发送190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6%,18%, 在中欧班列西向通道的三条主要线路中, 由新疆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两口岸出进京, 哈萨克斯坦前往欧洲的北线, 中线班列货运量最大, 有数据显示, 在中国向西发送的集装箱列车中, 有大约80%途径哈萨克斯坦, 反过来, 截至去年, 通过新疆上述两口岸累计通行班列数量超过7万列, 尽管中级乌铁路建成通车上须时日, 这条线路已经热闹了起来, 由于乌克兰危机和鸿海局势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越来越多货物正在向这条南线聚集,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 与供应链管理所所长王国温指出, 目前, 通过铁路运送至喀什进行转运的货物增加, 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 岂可能选择从伊尔克什坦公路口岸出境后再上铁路, 或者通过TIR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继续通过公路运输, 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作为口岸的喀什, 数据显示, 去年1到10月, 喀什棕保区完成进出口总值365.3亿元, 位于新疆四个棕保区首位, 首次跻身全国棕保区30强, 同比增速达1113.2%, 而在2020年, 其全年进出口贸易也仅为6.9亿元, 而就在上个月, 中国首个国际道路运输联盟RE认证的TIR集结中心落户喀什,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此前在上海、广州等地运送至喀什的货物去换装进外TIR车辆, 通过集结中心, 将能实现门道门点对点运输, 这还只是开始, 与铁路运输相比, 公路运输运力较为有限, 鉴于目前中欧班列持续增长的运力, 中级5铁路很有可能出现开通级满腹贺运营的状态, 未来利用率将十分可观, 被串联起来的中亚国家也将为中欧班列回程班列 提供更为丰富的货物, 中亚国家有色金属丰富, 金、铜等矿中储量全球突出, 具备较强的出口潜力, 目前北线进口大宗商品涉及比较多宽窄轨换装, 并且矿产资源进口相对较少, 南线有能力在此领域突破, 并可以由此推动解决中欧班列去, 回程货物不平衡的问题, 对于喀什而言, 一条带动成是发展的快速通道即将从规划走向现实, 而对于整个新疆来说, 这更将有望成为新疆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节点, 在中欧班列开通之前, 喀什和霍尔果斯曾因另一个身份同时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 2010年21道获批成为全国极有的两个内陆经济特区, 当时,喀什主政者曾指出, 喀什将以东有深圳系有喀什为目标, 面向东亚、南亚、西亚广阔市场, 加快超常规发展步伐, 把喀什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去年,喀什再次被唯一重任, 新疆自贸试验区获批成为全国第22个自贸试验区, 其中就包含了乌鲁木齐、霍尔果斯和喀什三个片区, 与霍尔果斯打造跨静经贸投资合作新样版不同, 喀什将大力推动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打造, 连通中亚、南亚等市场的商品加工集散基地, 换句话说,基于不断构建的通道, 喀什的发展重点在于让通道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流量,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